我先 那下一個是我 那再請奧克曼準備 大家好 我是哲偉 那我這邊想要報告的是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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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College 的這個 因為這個字眼我每次都會不約 College的專案 那這個實際是用在空間的規劃的工具 那之前的幾次大眾也有跟大家分享一些進駐 那這一次也藉由這次機會把一些 有一次我們跟中正社區大學實作的經驗 稍微跟大家做分享 那主要大概從今年7月開始有一些陸續的進程 那再包含一些裝置的測試 跟一個具體的民間單位合作 還有就10月11月有一些評估 就例如10月其實有多一些素材 待會再說明 好 那第一個比較大的突破就是 之前那個底圖 因為它這個工具是一個有點像是Photoshop的概念 就是有一個底圖 那你去拼貼你要的場景素材 那過去除了自己拍照之外呢 潤翔也有幫忙開發 就可以直接從Google Map的街景 去抓到你想要的地方 因為你有可能不容易到那邊嘛 但是你想要談那塊工具的改造 那就可以用街景 所以這是第一個突破 就是每一個地點集都可以做 其實包含國外的空間 如果大家有認識一些朋友想要操作看看 但不在台灣也可以 第二個是這個工具本身大概還是很直覺的 所以你用平板裝置也可以用拖曳的方式 有點像是點選素材 然後挪移到你想要的位置 所以我們有測試過像小朋友 原則上都可以上手 他可以稍微理解一下畫面 那個拼拼貼貼的做法 他們都是很容易去創作的 那我們就把這個方案介紹給一個團體 那這個是一個社區的空間 他們就是想要改造一個小小的尾巴的巷子 一個小角落 所以他們就先藉由圖像 當然有現場看過了 然後請大家去想一下 你想要改變成什麼樣子 所以左下角就有一兩張是大家參與者的想法 那右邊就是整合了 其實最後不一定是一模一樣 但是就是有一些概念 可以被轉譯在真的來使作的部分 包含一些小的綠植栽 跟歷史性的一個解說牆 例如說在畫面上創作階段 大家都可以選了一些告示牌 所以這是一個過程 所以希望是讓公共事務可以有一個工具 因為有工具才會讓大家更有意願參與 那也可以把意見更精準的表達 所以在之前我們也做過一些問卷 甚至問到公務人員對這個工具的想法 那這是一些整理 那GitHub的部分也可以請大家參考 那也可以來跟任祥一起做開發 所以未來的話我們當然希望再增加一些延伸的部分 因為這樣的表達 其實它也可以變到比較專業的空間分析的場景去做一個依據 譬如說我們要怎麼分析上 就可以用大家的創作來做專事目標 所以這邊有幾個我覺得工具的特性 其實每個地方都可以做 每個人都可以來參與這個工具 那以上是我這個專案的介紹 好 那我們再請客辦 那再請客辦